《童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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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童谋》一集 就是移私到马来西亚 整体来讲 陈探这个角色也要和一帮 想杀陈探的人 要有一些正面的冲突 所以也有多长的动作场面 在动作场面上 应对当地一些特质的城市设计 而这些动作场面 和嘉辉不同 嘉辉可能是拳脚 其实在电影中 是一个懂得打功夫的人 有部份是打斗场面 或者是涉及爆炸 撞车吊起的人 再加上自己本身有哮喘病 在打斗场面下 就变成了有少少幽闻感 而我那些可能是一些 比较危险性极高的场面 譬如有一场戏 就是说 有一个Sky Train 即是那些隔空铁路 刚刚有个位置 有条天桥 就是穿过一栋大厦 当一个人如果在这个大厦 跳下去的时候 刚刚那辆车 在洗起来的时候 在洗起来的时候 好 好 好